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桃园中立夜市有一家盐水机 很特别的是 他们的二十多种小菜 全部任你夹 不论夹几样 满满一碗只要八十块钱 充分满足了所有人的喜好 另外他们单点的盐水机 店家强调不使用淡机哦 而是用口感比较细致的防载机 吃起来鲜甜多汁 但是这里所有的美味 都承载着一段老板荒唐的过去 对于他的夜市人生 老板娓娓道来 他们菜色很多 就琳琅满目这样 挑起来很爽快这样 八十元就可以夹到真碗满满的 我觉得很划算 盐水机坛少见的青菜中道买 有水莲玉米笋 龙须菜 花椰菜 红白萝卜和肠豆等 超过二十种蔬菜任你挑 想吃什么通通自己夹 看看客人认真夹菜 就知道有多划算 假如不会装菜老板亲自教你 下面先叠米血 米血比较平 第二层它再叠一些像什么小丸子 一颗一颗的 慢慢再叠上来 然后再铺一层蔬菜 因为蔬菜比较可以止滑 它就会慢慢把它叠高 盐水机青菜装到满 堆出一座小山丘 高度超过15公分 光看就很惊人 不仅CP值超高 营养更丰富 像我在外面买的话别摊大概夹个三四样就八十块了 它这个夹个七八样以上就是满满的才八十块所以非常的划算 价格虽然便宜但店家选材用料一点也美庆菜 夜市摆摊超过二十年的陈骏腾对摊子里每样食材遥如指掌 像是招牌盐水机鸡肉挑选有它的坚持 一般盐水机大部分的都是用蛋鸡 然后因为我们是用红红鸡 它的吃起来口感就会跟一般的蛋鸡是比较不太一样 价格就有差了 价格应该会差到快一倍 经过咸水烹煮的盐水机散发迷人鲜味 客人能依照喜好选择鸡胸肉或是鸡腿肉 加入苹果片洋葱和笋片的苹果口味盐水机 撒上些许葱花滋味特别鲜香 鸡腿肉吃来软嫩有鲜甜鸡汁味道 和淡淡的苹果清香 它的鸡肉分苹果口味跟巴勒口味 然后它苹果口味的吃起来鸡肉非常的香甜 客人力推的还有人气的青菜庄到买 有龙须菜苦瓜水莲红白萝卜和香菇等 菜色丰富 当日现彩的高山水莲外观细如绳子 简单汆烫吃来清脆又滑嫩 有如芹菜的爽脆 碧绿苦瓜经过烹煮 果肉软中带脆滋味清爽 吸引年轻小姐尝试 我平常是不会吃苦瓜 那它这个苦瓜滷得蛮脆的 酱辣也不会有苦味 带点咸咸的脆脆的 还蛮好吃的 客人爱不适口的夜市盐水机 口味好获得许多好评 而这也是老板陈俊腾 相当珍惜的美味 因为还没摆摊之前 是家里的不定时炸弹 成天打架闹事 甚至染毒 遭警方逮捕 我还有一次被抓 十几个警察来抓我 十几个警察到我家来抓我 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会有 会有人举报 对 就会有人举报 就像我现在抓到你一样 我不抓你 你把你上游跟我讲 对 所以他就会 因为他要抓大的 他不要抓小的 那时十五岁 就因为持有大量毒品 成了警方的肃清对象 进出少年关护所多达五次 让妈妈相当气愤 老板的妈妈 他就非常传统 会比较不知道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是会 有冷战了蛮久的一段时间 陈俊腾的人生就像被毒品侵蚀 一步步走向不归路 虽然妈妈还因此动怒 却也对他不离不弃 最后一次从关护所出来吧 出来也是我妈来接我就对了 看到妈妈在哭 她会告诉你为什么你要这样 可是在那个年纪的时候 那可能就是叛逆了 当最后一次出来 真的比较有一点觉得 应该不能再这样 于是走出关护所 告诉自己 这次要为妈妈而活 一定要重新振作 回家后决定在夜市 摆摊做生意赚钱养家 同时也照顾家人健康 妈妈喜欢吃菜 那常常在外面也买不到 什么菜可以吃这样子 她想说那就弄一个菜色 比较多青菜的东西 然后给大家这样 留比较多的选择 也因此摊位上除了有盐水机 还有人气青菜装到满 每样蔬菜都是当天挑选 像是高单价的花椰菜 想吃新鲜的 就要检查菜梗有没有变黄 它的梗如果中间是黄色的话 就代表它这个已经不太能放 它就会变黄 如果非常新鲜的话 它就会呈现青色的 用心挑选的蔬菜 有花椰菜玉米笋双色甜椒和肠豆 花椰菜经过盐水汆烫 保留蔬菜养分 颜色翠绿吃来清爽又脆口 金黄色玉米笋没有过度烹调 吃得到一粒一粒的玉米果实 脆嫩又香甜 因为那个玉米笋 我刚刚看到玉米笋很新鲜 那个老板煮的不会很软的 卵 还蛮好吃的 对我还蛮喜欢的 另外客人喜欢的好味道 还有鲜香的卤味 同样也是装到满 有甜不辣星星长鸡脚和雪鱼丸 甜不辣吃来Q软 有鱼浆的鲜味 还有淡淡的中药香 另一盘装满豆干黑木耳 素腰花和米血 素腰花吸收卤汁 吃来Q弹脆口 有微微的咸味 米血Q软味道咸甜香浓 这跟外面的那个花生米血 稍微不一样是 它有点中药味 然后吃起来Q弹Q弹的 它鸡脚胶原蛋白很多 然后吃起来有点黏黏的这样 它这个卤的很有胶质 就是女生都还满需要这样 陈俊腾手做的好味道 让女顾客相当欧漏 不仅家人看见她的努力 也希望客人能吃得到 她对食材的用心 就是像花椰菜 或者是像玉米薯一样 就是你就是得一刀下去 然后把它拔开 一朵一朵处理 花椰菜就是也是一样一朵 一刀一刀把它从挑起来 如果皮太粗的话 就是得削掉 就是要把它这样全部弄好 整理好之后 才能给我们客人使用 就是这样子 所以就是专注在这些细节上面 就这样 好 老板加那好了 要加满巴士 这样子有点太少 木耳吃吗 全部倒满你的巴士 对 再多一点 因为做事细心 对料理有着无比坚持 就算曾经糊涂过 但只要不放弃 这夜市里的盐水机 肯定能为自己找到重生的机会 在云林的湖尾 有一家馅饼店 老板是北京人 老板娘是台湾人 老板说一开始 其实并不想要开店卖馅饼 因为太太车祸过世 对于妻子深厚的感情 无法割舍 于是决定做好馅饼 把妻子认真的精神延续下来 老板在牛肉馅饼里头 加进了大骨高汤 让肉馅喷汁又入味 口感吃起来很扎实 猪肉馅饼 或者轻松一起入口 香气非常诱人 儿子也因为舍不得 爸爸一个人辛苦 所以辞聚工作回家来接手 每一颗热腾腾的馅饼里 都藏着对妈妈的深深思念 煎台上 一直作响的馅饼 外皮煎得香Q 牛肉或者洋葱 鲜甜中还能尝到饱满的肉汁 猪肉馅饼搭配三星葱 口感紧实 味道新香 牛肉跟猪肉的话 它里面剥开的话 汤汁很香 然后它的皮也很Q 所以跟一般外面吃起来 味不一样 到底要吃吗 这馅饼滋味 对来自北京的王鳳鱼 并不陌生 甜心食的它 从北京到了香港 从事电子业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 在太太沈美华的建议下 回到她的娘家台湾 才从头开始 卖起馅饼 牛肉馅饼 是用美国CHOICE等级的 煎胛里肌肉 请肉商搅成搅肉之后 用盐巴 五香粉等等来做调味 要让馅饼能够多汁的关键 是加进大骨高汤 我们通过那个猪骨的汤 放在那个角的肉里边 然后再把那个肉呢 给它冰起来 冰起来 差不多腌制 差不多24个小时以后呢 它就得说那个汤跟肉 差不多留在那个肉馅里边了 第二天以后呢 我们出来再包的时候呢 等待一煎 本身它那个汤汁就会跑出来 那汤汁比较多呀 洋葱加进牛肉馅里 增加了甜味 同时不含皮购的水分 擀成面皮 手里手练地包着牛肉馅饼 回想20多年前 听到太太要卖馅饼 王凤鱼一开始很不情愿 你来到这个地方 穿一个短裤 差不多穿一小背心出来 哇 脸上也挂不住啊 我说你卖馅饼啊 我也可以赚钱 我说我买 买股票也可以赚 一头差不多 也就是前后一年多两年 两百多万还剩十几万 这一下心就死了 男人没钱就不闹了 得的就卖钱就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